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的这个云中子根本都没走 就是他还没出门 没完全出五门呢 他应该是没出南门呢 没出昭歌呢 前后的时间他是实际是大臣们他不理朝政 然后商榮带着梅伯几个人就去敲鼓 敲鼓敲钟 逼得昼王上殿 那奏本落了一大堆了 他昼王就烦 对吧 然后呢 他长时间的这种不理朝政呢 经常鬼混呢 他就有点迷糊 所以这个时候云中子来的 所以他一听来了个老道呢 他就愿意跟老道闲聊天 他就不想看那些奏本 他就把时间耗过去就完了 所以云中子就得这么个空进来 得这么个空进来 当跟云中子聊完天之后呢 他就借着这个龙体欠安 就是我说累了 我跟他说半天 明天再说吧 这个奏本明天再说 他是借这么个茶子 等于没看奏本 没看奏本 就等于是见了云中子了 所以大家看这个书写的 就是风神演义书写的非常的严谨 他没有去阅读奏本 对不对 还因为荒淫无度 那商荣他们逼他上殿 用朝廷里的规矩 逼他上殿 他不得不上殿 可是这个时候呢 来了云中子 云中子是解决根本问题的 把狐狸杀了就完了 那大臣们劝他 只是作为君王 你要懂得 你要勤政 你要能够政 君王你要做事情的 你要有个君王的样 因为这个国家 他的这个设计呢 都在你疑人身上 你不能荒淫无度 所以人这面 只是跟他讲道理 或者按照规矩逼他就范 而修行那面 去看到问题的根本原因 所以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出现两个人 一个是商荣梅伯带着所有的大臣 让他李朝政 对不对 绝对对 另外一个云中子 过来要把这事给处理掉 是妖怪 是妖怪 那作为中心的是 周王本身呢 他就不喜欢李朝政 他不喜欢 他这一面已经磨得他 就是已经被现实的欲望利益 已经磨得他 根本就很懒惰了 人们越懒越不先懒 人们越懒 有时候人家不干事 就在那躺着看电视 能看累了 对吧 你闲呆着能给呆累了 人是可以拿 所以越懒越不先懒 但是当他听见有一个小老道 有个老道来了 从中南山来 他就想见点新心事 实际呢 就是周王内心中呢 还尚存着某种机会 其实是讲了这么个生命道理 这个类似的东西 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其实都有的 对的东西呢 就是有着缘分的 内在的生命东西 你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兴趣 而被诱惑也是这个 那是往下走 你往上走呢 他会感到内心中的一种新奇 而不是欲望中的一种焦 一种焦虑 不是 所以他在听云中子讲的时候 他完全可以听下去 而且他能随着云中子讲的 他有那种感悟 他有感受 否则的话 他不会接受 云中子那把松树枝砍的剑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道理 所以这是他的机会 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在面对现实的环境中 都有类似的机会 但是呢 命运又是命运 所以这是一个很悲剧 是个很悲剧很悲剧的事情 云中子讲了一天 然后他这昼王就听了 但是一回到这个 回到他的寝宫的时候 看见达基 不行了 那一问达基就说 我出门 刚才以为你能回来呢 我出门去接你 我看见那把剑了 一下我就不行了 出一身冷汗 我就动不了了 那昼王一听这个 啊那个那个那个 那赶快把那剑烧了 所以这前后的功夫 就是 云中子本身 云中子本身出庭 就是没出到哪去 而这其中 赵王在 云中子说 宫里头有妖气 赵王就还说来的 说这宫里头 深宫大院 怎么可能有妖气 不可能的 那妖精进不来的 赵王讲的是他的兵手 他的兵将的把手 那云中子讲的是 是生命的内在 你看他就是两回事 那妖精怎么来的 妖精是 赵王招来的 他非要要这个女人吗 所以大家要明白这道理 赵王不要 那妖精能来吗 麻烦都是自己找的 麻烦都是自己找的 所以是他要来的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他要来的这个人就是妖精 所以云中子当时就说了一句 说你那妖精你分辨不出来 不是原话 那意思就是 他即使是妖怪 你也分辨不出来 那我们曾经说过 今天人的环境中 妖魔鬼怪什么都有 你知道哪个是 你知道哪个不是 就像我跟大家说 那狐狸脸似的 其实真的就这么回事 那你要要 那事就麻烦了 所以都是人要的 那人为什么要啊 贪欲嘛 所以才说 今天的环境是晚了 那整体的人都在这种 丛林法则中 都是贪欲的人 都把狐狸叫回家去 保不齐啊 真保不齐啊 你要明白 那个人原来是人 等他刻完狐狸脸的时候 可能就不好说了 我说的是这意思 那达基原来他也是人啊 他后来 他不也是狐狸上去的吗 讲的是这么个道理 讲的是这么个道理 那云中子等没出来 出来的时候 他把那个剑烧了之后 云中子是在 看见他在思天台 就是专门观天象的 那是提的反识 那不叫反识 那提了一首诗 商朝要完 周朝要起 这个天命不可为 大概是这样 后来什么 是荣 忘了 荣区什么 岁中夹子 那讲的是时间 那结果呢 就是主管这个 思天台的 这个大臣 忘了姓什么 他就 姓袁应该是 他就写了一个奏本 他也看见妖气了 写了奏本 结果 被这个达基 使记 就把他给杀了 说他是 结党阴私 说他是结党阴私 就把他给杀了 那这里应对是什么 云中子 是练功的 对吧 他对应的人中呢 正好是主管天相 那周王把主管天相的人杀了 大臣杀了 谁杀了 妖怪杀了 那我们的说法是什么 现在大陆人的说法是什么 迷信 破除迷信 就破除了天意 就其实阻挡了天意 阻挡了一切 相信的科学 什么AI产品 我不开玩笑 真的 相信手里创造的 相信AI产品 当相信这一切的时候 AI的产品会毁了你 今天 这就是共产党发展AI的真正概念 共产党发展AI的真正概念 是把人类毁掉 因为人都是垃圾了 所以他对应的就是先毁掉 周王先杀 被周王先杀掉的第一个大臣 三朝元老 是观天相的 天地人 先斩掉了观天相 先斩掉了他的跟神之间的连带 其实有这个关系 其实是有这个关系 所以 那今天的中国社会呢 当创造AI产品 特别是当像这个5G呀 华为的这个概念的时候 被掌握在一个 掌握在人的手里 是一个概念 当被掌握在高级动物的人手 高级动物的手里面的时候 他把人称为高级动物 他把人视为完全是一个适者生存 完全是一个这种相互截杀的概念的时候 那当他有了东西可以代替人的时候 那他不就全毁掉了 全毁掉了 其实是就这么个道理 但是呢 确实是天灭中共 我们原来节目中跟大家说过 我说他只要出现大的这种阵势 你会看到他把自己完全孤立起来 我们没见到过任何一个公司 在世界上任何公司随便去状告 其他国家的政府 而且更邪恶的是 所有人都知道 中共政权的邪恶和拒绝司法独立的人性社会 他却反过来利用司法独立的 美国跟加拿大的社会环境 去状告这美国跟加拿大的政府 那意大利会怎么看 对不对 所以那意思是什么 今天华为 今天所有跟中共相关的 他们不是正常的人类 他们会借助人类的任何契约 其实政府也跟契约 任何契约反其道而行之 置对方于死地 要置对方于死地 展现出他极端邪恶的做法 实际呢 实际他 华为在把自己 跟正常的人类社会隔绝开 通过这样的法律 这是一篇 其实他原文来自于英国的金融时报 应该是英文的了 那阿波罗把它翻译成中文 高调反击 那叫继续耍特权的话 会掀起叫逆火效应 这是英文来的 逆火效应 他这张照片有点故意这么拍的 这是个红灯 华为是红灯 自己给自己弄死了 英国金融时报 它是专栏作家的讲的 高调提 高调状告 加拿大跟美国政府 会形成逆火效应 他有一个专用的词 引发了人们对孟晚舟和其他犯罪 其他罪犯得到了中共 与中共政权之间的 他得到了极其特殊的待遇 华为跟中共政权的利益 是完全是一个利益 他说是紧密捆绑的 其实它是一个利益 那谁都会这么想 对吧 谁都会这么想 在整个过程 在整个过程中 他今天 我再强调 3月7号 应在7上 他状告加 美国政府的时候 那中国 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 第一时间表示支持 他是一连锁的 一连套的是整体的作用 整体的反应 整体的做法 那这个整体做法呢 就会带来相应的这种 蝴蝶效应 他叫逆火效应 一直低调的华为 突然进行大公关 任正非接受采访 砸大钱买广告 孟晚舟跟华为 高调这个状告 加国跟美国政府 是 而他恰恰应用的是什么 在起诉国防授权法案的时候 影射中美国政府 是政治迫害 而政治迫害 却充实在整个中国社会 对吧 这个社会的体制 就是管制人的 而不是服务于人的 华为可以状告 美国政府加拿大政府 华为永远不敢告 中国政府 也永远不敢告 他连共产党都不敢提 但是呢 他敢直接了当地说 我不受中国的法律管诉 这是一个很滑稽的 非常滑稽的说法 对吧 非常滑稽的说法 但他并不能直接 为先前的控诉脱罪 因为华为在美国面临的 23项的指控的核心是 伊朗禁运和金融欺诈 以及窃取商业机密 商业机密 是这是完全两回事的 不可能因为这个 而造成那个脱罪 这是不可能 那他其实就提出来 问题了 到底为什么 他总得有个理由 到底为什么 所以给我个人的 我个人的说法 就是营造声势 营造声势拖延时间 那但是呢 他会把孟晚舟 拖在加拿大 他把孟晚舟拖在加拿大 对于其他的来讲 孟晚舟呢 是因为对华为太熟悉了 我觉得是有这些成分 同时为现在正在开会的 习近平来装门面 来他在国内的政治需要 因为他的压力太大 做法最大的功能是 强化华为和孟晚舟 受到美国的政治破坏 但可能形成逆火效应 就是造成相反的效果 所以他是针对美国的做法 这是一种客观的造成的 当他提出这样的控告的时候 自然就会有这样 他这种做法 就会带来这种概念 他也是往这儿引 对吧 但是呢 他就是要解决眼前的事情 当他要解决眼前的事情 他不会 他不顾其他的 所以我一再跟大家解释 你看习近平去念稿件 跟这个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和这个香港特首 都去念稿说话的话 我一直跟大家说 他不管那些 他要控制住自己 那就像这个刘鹤拿出500万吨大豆 大家都当时笑话 我不认为是笑话 他要解决他当时的状况 所以当他讲出500万吨大豆的时候 一天 是他自己讲的 当时是把川普吓走 因为川普心里也没捕了 他就想不清 这到底是多少多 只觉得多 对不对 他只觉得多 那就像现在他状告美国政府 跟加拿大政府一样 也给大家吓一跳 这事怎么玩 对吧 玩到这份上 那啥的意思 啥的意思 其实呢 有时间跟大家分享 另外一期节目 就是说 因为我们只能一个一个的说了 时间的问题 他把习近平把川普 放在了极其尴尬的位置上 我们回头再说 我们先说他的逆火效应 这是英国金融时报 高调动作凸显华为与孟晚舟加大业大 有本事砸钱 是 但他可没说这钱哪来的 对吧 我记得我们只是说过说 他想要钱 银行就带给他 三百亿美金的贷款 不需要任何底下 这是别人谁都做不到 对吧 那他可以做到 所以加大业大能够砸钱 这没什么可讲 那加大业大可以砸钱的话 谁惹得起 如果今天 美国的做法 惹怒了他 他这么干 加大做大做法 惹怒他 他这么干 那明天他跟英国干起来 那英国的某些做法改变得出 他可以跟英国干 可以跟德国干 可以跟法国干 可以跟任何一个国家干 对不对 而他的干法 都是在利用三权分离 利用司法独立 他在利用人的正常社会的 所赋予的承诺 与这种叫什么 人性社会当中的承诺和规矩 来达到他非人类高级动物的目的 这应该是让世界人觉醒的 英国的金融时报这么写 我觉得他多少也意识到 这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做法 就是说正常人 在正常的人类社会 不会被那些极端利益者 就是极端邪恶的利益者 没有任何约束的利用维护人的规章制度 维护人的一些应有的东西 设施也好 工具也好 法律也好 去来毫无节制的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个是 所以我相信是对其他国家是个警示 全方位对美宣战 意图阻止美国继续围剿华为 帮孟晚舟脱罪 洗白华为形象 但短时间内高密度曝光并非是好事 其实他这个做法的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他必然成为所有事情的焦点 就是所有国家的焦点 因为他被带着5G 这样的做法将为他5G的本身的 在世界范围的铺垫带来巨大的伤害 巨大的伤害 因为谁都惹不起他 没办法惹 这不是一个合作的概念 对吧 这也不是一个生意人的概念 这是一个吞食强奸 强占扫荡的概念 完全概念是不同的 概念是不同的 所以他只是认为曝光不是好事 但他的做法 对吧 洗白形象脱罪 谁都知道那个罪名就是那个罪 你出了事情了 那是你出了事情了 但是他却用另外的手法 用自己的钱财 用一个不可能的手段去达到非正常人类的手段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来嘲笑愚弄 在现实司法环境中的正常的一个法律上的对错的一个正常的case 那你就变成是不择手段 这个邪恶在于他的不择手段 第三 他的举动引起了更多人们的对比 目前在中国受到涉嫌窃取国家机密指控的两名加拿大人 和应涉嫌参与贩毒而被改判死刑的加拿大人 那孟晚舟面对的司法程序和待遇 反倒加强华为和中共紧密的捆绑在一起 不可分割的刻板形象 这不仅仅是刻板形象 对吧 那华为绑在一起的概念 就是中共用尽 用杀人的方式 杀人外交 人质外交 是为了把孟晚舟拖出来 把华为解脱了 那就是非人类的 非人性的 那就跟埃塞斯是一样的 这篇文章挺短的 但是呢 他是用了他的 用了他的集中点 用了他的 非常特别 但我个人觉得没有说到位 他其实这里的对比是说 对比下来就是 中共政权本身的生命品质 在对比中出现了 而中共政权的生命品质 就是 谁沾上他谁死 谁碰上谁亡 这件事情给造成了 是这样一个客观的状况 所以很可能会 为华为的5G 就是他高调状告 美国跟加拿大 将对华为5G 在未来的铺设中 带来绝对性的 深刻的 绝对性的 那种叫什么呀 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不是的那种伤害 一种相当根本性的伤害 因为谁都惹不起他 感谢朋友们 请时到喝咖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